咱们视频车正常行驶 左手突然冲出来一名男子 咱们视频车也是赶紧鸣笛减速 只见男子高高跃起 狠狠撞向打风玻璃 我说大哥你这是在碰瓷吗 还是小两口吵架了 你这操作属实把咱们车主整不回了呀 你说一出门遇到这种人 车主也是倒了大霉呀 咱们车主也是选择了报警 你们说这种情况是谁的责任 高速上视频车准备超车 但是大车打了转向灯 视频车以为大车要变道过来 他也是放弃了超车 到这里我们才发现 大车是为了提醒我们 两车道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车道 这才是大车该有的样子 让我们为大车司机点赞 这样的司机真的不多了 视频车正常行驶 这种路况车子也是比较多 应该左右观察减速慢行 前面这辆白车突然不走了 咱们车主也是停车等待 这是什么情况 明显车主已经不太烦了 车主后面也有车 无法再往后倒了 车主很急躁一直按喇叭 此时女子缓缓打开车门下了车 早已怒火中车的车主 也是直接一脚油门撞了上去 咱们车主的行为是不是有些过激了 面对前车这种情况 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前方道路并不是很宽阔 又加上对面白车月线 咱们50车主也是选择里让 我说大哥 你这让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好家伙 神车就是神车 这是要给我们上演排水渠过弯吗 这辆月线的白车也是很可恶 你赶紧把你的行为改改 不然有你吃大推的时候 进入隧段一定要开启灯光 减速慢行 前面刹车灯已经亮了 咱们就该踩刹车了 我说踩刹车 刹车呀 车主的反应还是慢了两秒 防御性驾驶真的很重要啊 这种路况 咱们车主已经很谨慎了 速度并不快 结果刚一出来 一辆电瓶车就逆行冲了上来 我说这要怎么防啊 这间骑电瓶车的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注意看前面是一辆大车 咱们还是离它远一点 你看左边那辆小车准备加塞了 来了来了 它朝我们这边来了 咱看着大车躲都躲不及 它还一个劲的往前挤 完了完了 刮到了 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这下开心了吧